这人将来如何?卷三冒号第九到十一章,尼拓生,第九章在主的明里聚集,在前几章里,我们曾着重地强调教会合一的问题,我们从始至终一直将教会看为一个,且不可分开。 现在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对于教会合一这个观点,是否还有需要加以解释之处?因为圣经不只说到教会,同时也说到重教会。 到底在那里或在什么时候,神的教会变成神的重教会?我们若仔细来看这件事,就会发现将教会分开,如果我们可以用这词的根据只有一个,就是地方性。 如果我们以新约作为我们的指导,那么唯一可以构成分开至根据的乃是地理的因素。 神的话里并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容许基督徒的聚集,根据某些事物而分类为各种的教会,就如根据历史或道理,诧绘的关系或跟从某个人,甚至特别的信息或知识。 圣经里提到各处教会的名称,一律都是用各地城市的名称,均是人群生活在地方上的中心。 我们读到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铁撒罗尼加的教会,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当然每个都是以一个城市命名,等等。 只有这样的词句能用来称呼神,散布在地上的教会,圣经中找不到例外。 但这代我们看到另一件事,就是教会一词同时用在地方一面与宇宙一面。 我们读到教会是他的身体,也读到神在哥林多的教会和在你家的教会。 福音二十三,临前一二,门二,这无疑是说,在地方上的教会,就是那做他身体,包含这次一切深奥丰富的意义,的教会,在当地当时所得着地方的彰显。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这就全新地强调一件事,其意义至今仍是我们所忽略的,这就是包括基督所有肢体的身体,如今要在某地上得着地方上的彰显,这是对神是何等重要。 在哥林多或老底加,在罗马或路斯德,所有得着众生的基督肢体,都是被呼召,在世俗的背景下尽功用,做这一个身体的彰显。 若用别的原则把它们分开,只会伤害他们的生命和见证。 当然,除了在主工作中为着特别的职份,有较为限制的弟兄姊妹的聚集以外, 我再确定地说,教会包括了所有的信徒,其中没有分门结党的余地。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责备,就是他们宣称依附于某些人而开始结党。 今天,这种情况仍然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对于这事,保罗的责备一如从前的强烈,明确,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寿了金吗? 林前一十三 罗马书的末了,有一段摸到教会生活的事,使徒的讨论开始于神已经收纳他了。 十四三 而结束于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十五七 这里说到,我们一切生活并与人交通的单纯根基,就是他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也是,这就够了。 我们和信徒的连结,并不是因为彼此同属一个工会,或因同一个差会的工作成为基督徒,也不是因我们同样喜欢某一个传道人或是他的信息,更不是因为对方和我们持有同样特定道理的观点,甚至也不是因彼此都有某些共同基督徒的经历。 不,我们和信徒的连结,只是因着他们是属于主的,而我们也是属于同一位主,这就足够了。 乃是在主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了。 我在这里不是想要攻击宗派基督教的错误,我只是要再说,为是基督的身体得着地方上有效的彰显,交通的根基必须是真实的。 这根基就是肢体与他们的主生命的关系,并他们对他这位元首乐意的顺服。 我也不是袒护那些主张所谓的地方主义,而产生一种新宗派的人,就是严格地用地方来划分教会的人。 因为这一种情形很容易发生。 如果今天我们在生命里所做的事,到了明天变成只是一种做法,以致有些属于主的人被排除了,我们就要求神怜悯我们,并把他拆毁。 所有那些能让主和那灵友自由的人,都是我们的,我们也是他们的。 我只是为那些看见属天心人,并且遵循这一项而生活,交通的人辩护。 基督乃是身体的头,不是其他团体或宗教组织的头。 只有被包括在基督属灵的身体里,才能保证头对我们众之体所应许的。 以为神召我们,我们现在要沿着三条线引导、管教和祷告来看神给教会的应许。 为着在基督徒的道路上引导我们,神有三重的共备。 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也有基督的身体。 神的话给我看见神对我的旨意,圣灵降神的旨意启示在我里面, 身体将神对我的旨意摆在神圣目的更大的眼光中,给我看见这旨意如何影响我做肢体的关系。 这无疑于我们,在前文所说过神两面的旨意、假象旨意和乙象旨意相符。 很可惜,因着我们对抗罗马教,那与政治掺杂的大一统教会的专制, 就偏向于全人丢弃这第三种神圣恩赐。 但每一种错误都是由于曲解了真理而引起的。 这里的真理乃是,身体是一个,身体的交通一直是我得属灵亮光的重要因素。 我要知道神的心意,不仅借着神对我所说的话,也不单借着在我里面神的灵, 乃是二者进而有之,同时也借着守住我在神家里神子民中间的地位。 我们都同意,祷告有个人的一面,也有教会的一面。 同样的,有次给个人的亮光,也有次给教会的亮光。 我们的经历不也是这样吗? 有时候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难处,我们却常在聚会中得到亮光, 是我们自己在家中读经时看不见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必是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圣的光显出的地方。 我们在外面可能有天然的光, 但在圣所里没有天然或人造的光,只有神自己的荣光。 在引导的事上接受交通,这个原则乃是保罗的生命和执事的根基之一。 我们在行传十三章看见这个原则, 当他和几位弟兄正在那里等候主时, 圣灵对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功。 二,我们在前面说过, 那灵的告有涂抹乃是为使每一个信徒个人受引导。 就这一面说,我们知道扫罗在这之前, 最少有两次从神得着个别的护照,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图二六十六至十八,二二十一, 但现在这个引导往前的时机和方式,乃是显示给几个人的。 路加说,弟兄们就打发他们去了, 但他也说他们是被圣灵拆遣。 十三三,四,这里乃是教会和圣灵一同行动, 这一位灵所发起的,就在这一个身体里表明出来。 接着在十五章末了, 我们看见保罗和希拉要出发往叙利亚和基里加时,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虽然从圣经没有说到的话来推论绝不安全, 但巴拿巴出发到居比路去, 圣经里没有类似的记载说教会打发他出去, 却好像是他个人的行动,这是有意义的。 因为从这里起,圣经就不再记载他的事了。 三十六至四十一, 过了不久,在特罗亚有一个异象陷于保罗,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路加这样的描述以后, 接着又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照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十六九至十,主常把异象赐给个人, 但行动并非根据于单独的个人, 乃是基于团体的寻求神。 在这一段的记载里, 我们看见也是圣灵在那里发起行动。 六至七,因为我们跟随圣灵行动, 我们就是跟随身体行动。 要试验一个异象是否真实, 总是看真理的灵友否为他做见证, 把他挽回过来。 主在马太师八章告诉我, 我是何等需要弟兄的责备, 如果他来了, 我却不听他所说的, 就有可能到了一个地步, 要带进全教会的见证, 使我看见我的过错。 当然情形也可能是相反的, 乃是我的弟兄得罪了我, 这里马上带进一个思想来, 一个罪人是全然没有地位管教另一个罪人的。 我们若要有分于这样一个改正人的执事, 绝不是因我们站在比受对付者更高的地位上。 他们和我们同样是罪人, 我们对付他们乃是盼望神赐给他们恩典, 如同赐给我们的一样。 现在假如你是被得罪的人, 同时你也被指派去对付那得罪你的人, 你将要如何处理这事? 如果你向他发怒, 如同对待敌人一般, 他就和你疏远。 但原谅他, 当作没有这回事也不会更好, 因为你这样做, 就是对待他如同陌生人, 是低于你的人。 此后他每次看见你, 就会想起他曾如何对不起你, 而每当你看见他, 你也会想起自己曾经如何宽大的饶恕他。 不, 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是你的弟兄, 你对他的态度必须是弟兄对弟兄的态度。 你对付这件事, 要完全像是他得罪了别人, 而不是得罪了你。 你必须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 就好像那位后来有需要时 被请来帮助你的弟兄一般。 主在这里很清楚地说, 你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求胜诉, 乃是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这句话必须是包括整件事的过程。 那就是说, 如果你的弟兄不听你, 是你不得不另请两三位弟兄和你同坐见证, 并再去找他, 你的态度仍是这样。 总要尽力的这弟兄, 而不是控告他。 就是到了非常地情形, 需要带到全教会面前来解决的时候, 这个目的仍旧不变。 管教的目的一直是要挽回弟兄, 甚至一位在属灵上比别人更有长进的人, 也不可站在我比你高, 比你强的地位上来改正别人。 保罗说,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灵,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加六一, 另一。 这待我们再进一步, 因为我们刚才所看马太十八章的那一段, 接下去又有一些重要的话, 说到肢体聚集一起时的权柄,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十五至十八,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教会监督的专制, 也不是多数对少数的裁决, 这乃是全教会起来洁净教会。 管教一个肢体, 绝不该仅仅当作一件寻常的事, 这必须是全教会所关心的。 把管教任何一位神的儿女, 看作一件小事而草率带过, 乃是可憎恶的, 如果把它当作一件严重的事, 但其严重性不过就像法庭的诉讼一样, 同样是可憎的。 绝不可有一次管教, 那施行管教的一方是没有忧伤和眼泪的, 如果他们认识什么是教会, 就绝不会那样。 保罗写说, 在你们中间有淫乱, 他首先没有把这罪归在某一个信徒身上, 他乃是指向教会。 他接着说,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并不哀痛。 临前五一之二, 这个罪乃是整个身体的罪, 并且羞愧和忧伤的, 不该只是一个肢体, 乃是整个身体。 在教会管教的事上, 我们需要看见基督身体的一, 同时我们不仅需要看见罪的事实, 还得看见罪的潜在力。 我必须首先找出我里面有没有弟兄所犯的罪, 我若没有先审判在我里面的罪, 我就不敢去审判在弟兄里面的罪。 借着神的恩典, 我可能没有犯同样的行为, 但在我里面却有驱使我犯那行为的罪行。 管教总是补救的手段, 其目的乃在于恢复犯罪的弟兄。 就是到最严重的地步, 末了也是为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临前五三至五, 另一, 对神的儿女而言, 他所有的审判都是带着怜悯的。 当我们代表神审判他任何一位儿女时, 不管是借着全教会或是由个别肢体去做, 都该满了怜悯。 即或我们外面的行动必须是施行管教, 我们里面的态度却该是满了爱。 我们的主复活以后, 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受圣灵, 然后马上加上说,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约二十二十二二十三, 罗马教错误地应用了这句话, 而更正教因着反对罗马教就不接受这话。 但更正教这样做, 不知损失有多大, 神所受的亏损也有多大, 因为凡属于神的教会的, 不能轻率地丢掉。 尽管那教会不过是少数单纯的乡下信徒在一个家里聚集, 他们若看见他们在基督里乃是他身体的彰显, 又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 当他们取用他的智慧和能力时, 主必站在他们那边。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明具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太师八二时, 神所受的限制。 我们已经看过在教会中的引导和管教, 现在要来看教会的祷告。 我们已经说过, 祷告基本上有两种, 第一是个人灵修的祷告。 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中一再地提到这种祷告, 带着以下这样的应许,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 十四十三, 比较十四十四, 十五七十六, 十六二十三至二十四, 这里没有什么条件, 这是对基督身上每一个智体的应许, 并且是祷告成为非常重大的事。 在这些应许的亮光里, 如果神没有答应我们个人的祷告, 我们就会觉得其中必定有问题。 至于第二种祷告, 不仅包括第一种, 并且比第一种高。 这就是马太师八章所描述的,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复辟为他们成全。 十九, 这是教会的使命, 是神给教会祷告的执事。 因为这里的应许是有条件的, 这里至少必须有两个人, 并且他们必须是同心合意的。 为什么他们的祷告能得答应呢? 下一节给了我们解答,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另一, 按原文, 他们是被聚集, 不是仅仅来聚会。 我们看见这里的不同, 因为这里的意思, 不仅是他们自己聚集, 而是被纳灵感动, 如同那些人被感动到西伯伦高大位为王一样。 他们来不是为着自己的事, 乃是单一的, 同心地为着他。 就是这个, 把他们连接到他的名里。 当这样的时候, 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引导, 启示并光照。 赞美神, 那不是一个应许, 乃是一个事实。 我们知道, 何时他会与我们同在, 这同在解释了, 为什么两个人在地上能有这样大的能力。 神在等候他的儿女祷告来带进他的国度。 因为如果今世是重要的, 那么来世就更加重要了。 我们现在所享受一切的权柄和能力, 都不过是来世全能的预长。 神的丰满, 如今是隐藏的, 到那时就要显明出来。 在这光中, 我们看见所谓主祷文的重要。 因为数千年来神一直命令他的子民祷告, 但是除了这一个祷告外, 他从来没有指示人该祷告什么。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要这样祷告。 如果他的国度自己会降临, 他就不需要给我们这个命令了。 但神的子民要祷告, 因为他工作的成就, 总是回应他子民的呼求。 主的祷告不仅是一个示范的祷告, 更启示了神的心意。 真实的祷告是从神的心意开始, 然后让人的心知道, 再转回向神祷告, 然后由神来答应了。 这不仅是祷告的定义, 我信这就是神在宇宙中工作的原则。 愿你的旨意成就, 但在那里成就呢。 在地上, 因为地是今天神旨意 唯一未成就的所在。 然而, 神的国如何能带下来呢? 乃是借着受造的意志 与非受造的旨意 联合为一, 来除掉那恶者背叛的意志。 因为祷告总是三方面的, 包含了向谁祷告, 为谁祷告和反对谁祷告。 在地上有一个 是要用祷告来抵挡的, 就是那个反对神旨意的意志。 神不愿单独来对付那个背叛的意志, 祂等着我们祷告。 福音书里有好几处, 明确地说到神将自己摆在限制里。 我们看见耶稣曾被阻挡, 不得进入加利利的城市, 又被拒绝, 不得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 且在拿撒勒不能多行异能。 可145, 路953, 可65, 祂可以喊说,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只是你们不愿意。 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 路1250, 太2337, 约540, 所以这粒麦子没有别的路, 只有落在地里死了。 直到今天, 神的话还必须撒在荆棘里。 约1224, 太1322, 同样的情况, 在新约后来的历史中, 还一直持续, 当然这在旧约中, 也是到处可见的。 神拯救的水, 依赖人所挖的沟, 那灵得由一直地流, 直到再没有器皿可装了。 耶和华的榜臂, 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耳朵, 并非发尘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神隔绝, 王下三十六, 十七, 四六, 塞五九, 一到二。 全能者净受人的限制,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要继续指导永世吗? 当然, 神是以利沙代, 六世代, 全能的神, 已过的永远和将来的永远, 都没有一世能限制他, 没有什么能拘留, 阻挡或拖延他。 但神有一个旨意, 他寻求和一般人有交通, 要他们有分于他的生命, 并彰显他的儿子。 为着这个目标, 他创造了天、地和人, 接着问题就来了。 按照他的目的, 神创造了有自由意志的人, 他定义, 若非人的意志, 甘心与他的目的配合, 他宁可不成就那个目的。 这是一个严肃的原则,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这乃是说, 在永远理神是绝对的, 但在时间里, 他并不强迫他所造的人, 而宁愿让他的全能, 受到他们自由选择的限制。 他给人有能力, 来配合或拦阻神的能力。 神早已预备好, 把自己摆在这样的限制里, 神知道神圣的爱中会得胜, 结果在将来的勇士里, 就显明出来。 神乃是朝着这个目标做工。 他的荣耀乃是, 在要来的世代中, 人的自由意志要与神的旨意成为一。 那是他的全能, 实际上就比在已过的永远里更大, 因为那是有受限制的可能。 人仍旧可以不服, 但他却永远不选择那样做了。 人那单独, 受造的意志将会完全为这神, 这就是荣耀。 我们知道, 神情愿貌此危险, 就是为要达到这个目的。 而当人的第一个选择, 引他走上错谬的方向时, 父就拆遣爱子来补救。 这里有一位, 他的意志是绝对与神一致的, 赞美神。 借着他的死与复活, 并纳灵的能力就形成了身体, 这身体的重支体也一样顺服于创造者的旨意。 在他们里面, 神所受的限制将要永远除去。 教会要为神所得着的, 乃是使他的能力得以释放到世上, 以对抗, 推翻灵界里邪恶的光景。 教会, 我恭敬地说, 乃是为着使神恢复他的全能。 祷告乃是操练将我们的意志, 投入神的喜好中, 宣告他的旨意必要成就。 神使我们知道的, 我们就发表出来, 这就是真实的祷告。 人意愿所要的, 乃是神已经定归要的, 人乃是将这意愿发表出来。 我们不是自问, 我的祷告是照着神的旨意吗? 乃是问说, 这是神的旨意吗? 神的旨意是起点, 我们开口说出来, 神就来做。 我们若不说出来, 这事就不能成就。 因此, 我们的祷告乃是为神铺下轨道, 使神的能力得以进来。 他的能力就像一个动力强大的火车头, 是无法阻挡的。 但火车若没有轨道, 就无法达到我们。 当人停止祷告时, 神就停止工作, 因为没有他们的祷告, 神就不愿做什么。 乃是借着他们, 把属天的能力导引到需要的地方。 我们在读马太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 来看教会在祷告上的责任是何等广阔。 教会的度量, 也就是神今日在地上的度量。 从前他曾借着耶稣一人, 在耶路撒冷荷加利利被启示出来, 照样, 如今借着他的教会, 他也在世界各地教会所在之处被启示出来。 他不能越过教会行动, 因为唯有教会才能代表将来的族类。 教会在地上是代表神的, 他在地上所释放, 捆绑的, 天上也要释放, 捆绑。 今天在地上, 教会的祷告有多大, 神的能力就有多大, 不会比这更大。 一切光乎神永远计划的, 神都是借着教会来做, 教会若在什么事上跟不上, 他就在什么事上受到限制。 教会无法加增神的能力, 却能限制神的能力。 教会不能使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 却能拦阻他所要做的。 他在天上要捆绑并释放许多事, 拦阻神旨意的要捆绑, 有属灵价值的要释放, 但是地上的行动, 必须在天上的行动之前, 神总是等候他的教会来行动。 无论什么事, 这是何等宝贵的话。 在此天是受地的度量所限制的, 因为在天上的能力, 总是超过我们所求的度量, 在天上总是有更多要释放和捆绑的事, 是远超我们在地上所求的。 我们为什么要从罪的释放? 我们为什么要呼求神给原刺? 我们祷告说, 愿你的旨意在我里面同行, 这是很好的开头, 但我们必须继续下去,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今天神的儿女们都是顾到太小太小的事, 却不知道他们的祷告乃是为着释放天上更大的行动。 为自己或自己切身之需的祷告, 都必须引到为国度的祷告。 这就是教会的执事是什么这问题的答案。 教会必须是属天的出口, 是属天能力释放的管道, 是达成神目的的凭借。 许多是堆积在天上, 因为神在地上还没有找到出口, 教会还没有祷告。 神如何得着这个出口呢? 他如何得着他的教会站在他这边呢? 唯有借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天严肃的光景中都记得这点, 这个做神出口的执事, 乃是我们可能做最大的工作。 神给我们看见他所要的, 我们势力并求告, 神就从天上行动, 这就是真实的祷告, 这也是我们在祷告聚会中必须看见的光景。 暂且不说别的地方, 如果在上海这里的教会, 不认识这个祷告的执事, 愿神赦免我们。 缺了这个, 一切都是虚空的, 神在这里没有器皿。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太期二十一, 神的国度就快来临了, 我们一切所有所示的都必须摆上为着神的旨意。 神需要这一个, 神在各地必须得着少数人在祷告的事上持守着, 以败坏仇敌的权势带进另一个时代, 这个就是得胜。 不管我们的人数有多少, 愿神使我们有力量, 借着深入, 刚强, 得胜的祷告来为他工作。 抢夺壮士的家财, 你们要追赶仇敌, 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 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 例二六七至八, 这是神对以色列子民的应许, 但结果算起来更使人惊奇, 乃是一人追赶了千人, 二人使万人逃跑。 神三二三十, 无疑的, 这是一幅祷告的图画, 包括了个人的和团体的, 单独的和两人在一起的祷告。 因为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 天上就捆绑一万筹笛。 多少时候, 神的子民在极其危急时, 取用了耶稣这些应许的实在价值, 并证实了这些话。 正如彼得被囚的晚上, 耶路撒冷全教会都屈膝怯怯地祷告神, 结果西律一切的权势, 在天上对着祷告的回应面前, 变得一无所有。 另一个国度已经侵入了西律的领土, 就是监牢的大门也得自动敞开。 另一个国度已经侵入了他的领土。 我愿用现代史的一个例证来说明这句话。 许多西方人都知道, 在一个世纪前, 列强与中国通商时, 曾凭借武力, 强迫中国接受一项无礼的条约, 使中国人一直痛恨于心, 我所说的就是治外法权。 根据这条约, 某些中国领土被割让与列强, 他们的百姓若有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可以豁免于中国政府的制裁, 只要照他们本国的法律, 受审于该国的领事, 或是其他的政府官员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高压的通商, 今天大家都公认, 这是不公平的。 若是读者不知误解, 也许我们可以引用这例子来说明一个相当不同, 且毫无不公平的情形, 就是这地被蜀天恩典的法则所侵入了。 这个例证, 怎样应用到我们身上? 这应用有两面, 第一, 对于我们自己, 神已使我们成为国民。 其五至六, 就这世界而论, 我们是另一强权国家的公民。 我们已经蒙了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 就不再在这世界之王的权下, 不再受他的支配。 相反的, 我们有义务效忠于另一个王, 受另一个法律的支配。 就我们这个人而言, 我们乃享有治外法权。 但另一面,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我们在这里也有可要求的权利。 因为人被造是要管理这地, 而人所失去的, 人子已经恢复了。 今天, 属灵界的掌权者, 抢夺了这管治权, 教会的使命, 就是要从他们手中, 取回这权柄。 虽然撒旦是这世界的王, 实际上, 他乃是抢夺者, 在神产业上不合法的拘留者。 假定有人, 进入你的房屋, 没有得到你的许可, 就占有了他, 你将如何? 你到法官那里, 根据当地的法律, 取得制裁他的判决。 然后, 你带着法庭的命令回家, 就把他赶走, 他若不是带着锁链离去, 已算是很幸运了。 这个世界的情形, 与此没有分别。 神的法令全书已经判定, 这世界的非法占有者, 必须被赶走。 尽管在撒旦眼中, 天国的法律是外国的法律, 这有何妨? 各个他已建立了那王国超越的地位。 在十字架上, 基督已经推翻了撒旦整个合法的地位。 现在教会的任务, 乃是使天国的法律在这地上得以实施。 正如福音书比喻中的那个寡妇, 向神呼求说, 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 他就得到驱逐对头的判令, 然后把他赶出去。 神等着那样的呼求。 在特定的情况下, 凭着他的话, 我们要将脚踏在以备邪恶权势占领的属灵地图上, 把他收复回来归给神。 这个工作需要怎样的人呢? 我再说, 只是一些单纯的信徒, 也许仅是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但主就在他们中间。 因为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捆绑那壮士, 他早已被捆绑了, 我们不过提醒他说, 他是无法脱离捆绑的。 我再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点。 在中国某城里, 有两位姊妹, 他们没有受过教育, 救人而言, 他们也不聪明, 但他们认识主已有相当年日了。 有一天, 他们遇见一个被鬼附的妇人, 非常凶猛和猙獰, 且极其痛苦。 他们一同祷告寻求主之后, 就到他面前, 奉耶稣的名吩咐鬼出去。 但没有事情发生, 这使他们惊讶不安, 他们就想离开, 并寻求比较老恋信徒的帮助和建议。 正当他们在那里游移不定, 仰望主该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思想进到他们里面。 他们就回去, 再向邪灵宣讲耶稣。 邪灵马上借着那女人, 用自己的怪声音回答说, 哦, 是的, 我认识耶稣。 我一生都是拜他的, 于是被鬼妇的女人救起来, 穿过房间, 指着院子里的一个偶像刊给他们看。 他们终于明白了, 那鬼是在试验他们。 现在他们知道该怎样做了。 他们就在从起初说起, 你还记得2000年前, 拿撒勒人耶稣赶出了好些像你这样的鬼, 以至后来他们都来攻击他, 并杀死了他吗? 但是他死后又复活了, 掳掠了执政的和掌权的, 现在被高举, 远超一切主治的和有能的。 神且宣告说, 在耶稣的名里, 一切在天上的, 在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都要屈膝。 你还记得吗? 现在我们奉这名吩咐你出来, 那鬼就顺服了。 后来我问他们是从那里得到这个亮光的, 他们也说不上来, 只能说是主亲自来帮助他们, 把仇敌的狡诈暴露出来。 但这是的确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这工作需要怎样的人来做? 答案乃是, 没有任何人能胜过撒旦, 鬼只认识基督。 我若靠着神的灵感鬼, 这就是神的国灵到你们了。 太十二十八, 我们的仇敌太狡诈, 对我们太危险了, 但是基督的身体, 不仅供应我们, 也遮盖我们。 我们都可以穿戴基督做我们的军装。 对他, 撒旦的剑是毫无功效的, 得胜的乃是教会, 属灵的征战乃是教会的职责, 不是个人能肩负的。 我们常把以辅索六章应用到个人身上来, 我并不是说, 那军装没有个人这一面的应用, 但是个人没有法子自己穿戴神的全副军装, 正如个人没有法子单独领略基督之爱的度量。 就以福所书其他部分的亮光看来, 我确信军装是为着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有它特别的一分。 我们若试着单独来打制场仗, 就要惹来仇敌的搅扰, 仇敌不怕个人, 他惧怕那一个身体。 我们若没有全副军装的保护, 就会被孤立。 但在这军装的硬币之下, 他就无法摸着我们。 这说出为什么在蜀天征战的范围里, 当我们面对真正蜀灵的难题时, 我们总是受催促要借着一同祷告把志士带过, 即使只是和另一个肢体一同祷告。 主无法使用蜀灵大汉, 但赞美神, 他能大大使用身体上软弱的肢体。 他的丰满。 在我们结束关乎教会的这几章之前, 我们该停下来问问自己。 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在外地传福音是奉主, 有人是在本地侍奉, 无论在那里, 我们都为着他的呼召赞美他。 但是我们现在要自问, 我们的执事是否只是单纯, 全数为着传福音呢, 还是与更大的是相连。 当我们看见了神完满的旨意, 特别是借着保罗所启示的, 我们是否仍旧满足于只停留在领人归主这件事上, 而不深切关心把得救的人带进更大的目的里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很大的挑战。 我知道有许多人觉得神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所要我们做的只是传福音就灵魂, 但是果真如此吗? 我们为着彼得初步的执事感谢神, 若是没有他的执事, 神的家就没有活食了。 我们巴望人得救脱离沉沦, 让神的这荣耀。 再者, 为着这善功, 神不仅赐给他的教会有传福音的福祀十一无疑的, 他也对我们每个人说要作传福音者的工作。 提后四五, 另一。 但是我们是否就停在这里呢? 当我们看见三, 四千人得救了, 属灵情形也相当不错, 我们是否就认为这工作已经完成呢? 还是我们该觉得这不过是工作的开始? 我们岂不该问自己, 这三, 四千人中, 有多少位是已经看见那属天的新人, 就是神已把他们带入其中的呢? 他们是否仍旧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位, 不过是网中的鱼, 或是步道会成果记录上的数字而已? 还是他们已被那至高的异想抓住? 当然, 我们若不是先被这一想抓住, 他们是不可能被这一想抓住的。 所以我在问, 我们是否像使徒们一样, 有负担要看见他们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 我知道这问题所包含的非常不简单, 若要面对这些事, 我们中间可能有好些人要与传统及已有的观念爆发冲突, 因为这样高的思想早已不为人注意了。 我们自己许许多多的工作, 也需要重新估价。 许多的头可能必须被砍掉, 许多的心思需要调整, 许多属人的权威包括我们自己的都需要让给那位独一的元首。 我承认我要恳求你们真的, 若是我能, 我要说服你们不惜任何代价, 努力向前来进入神完满的心意。 但我们若没有看见神心中所要的, 说服和恳求都是无用的。 当然, 我不是指着看见这旨意的合理而言。 我们若仅仅看见它的合理性, 就需要经常提醒自己是怎样达到那个结论的, 否则过不久, 我们又很容易摇动退后。 但我们如果看见神在基督里的新人, 一个属天的实际向我们开启, 事情对我们就绝不再一样了。 许多时候, 我们会讲理由说, 这可能在某些地区很可实行, 但在我这里, 实行是难而又难, 简直是不可能。 我从圣经所看见的, 我想是没有希望实行的, 我还是以较简单的事为满足吧。 但是我的朋友们, 愿我们不仅不低估领人归主这蒙福的执事, 更让我们寻求恩典, 能随同保罗, 进入身体的异象, 这身体就是神在地上的账目, 使神今天得安加在属他的子民中间, 并彰显他的丰满。 保罗告诉我们, 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福音二十三, 另一, 教会乃是圣装并彰显他智慧, 生命和能力的器皿。 使徒强调说, 这样的丰满是个人无法领略的, 乃是当众圣徒聚集一起, 我们就成了神在灵里的居所。 八二十二, 乃是借着教会, 神的智慧者彰显给属灵的权势看。 三十, 乃是同着众圣徒, 我们才能丰满地领略神的爱。 三十八至十九, 乃是成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才能达到长成的神粮。 四十三, 乃是穿上全副的军装, 我们才能在邪恶的日子站立得住。 六十一, 保罗在以福所书所用的每一个比喻都是强调唯有教会, 而非个人才是彰显他丰满的器皿。 今天神的儿女, 因着没有在一起作为身体进攻用就成为破露的器皿。 一支玻璃被打碎了, 结局如何呢? 虽然每块碎片还可以装一点水, 但是和完整的玻璃杯所装的比较起来, 可真是微不足道了。 属灵的事也是这样, 个人所领受的只是在平面里的, 但教会所领受的乃是在立体里的。 一万个基督徒是一回事, 身体上一万个肢体又是另一回事。 只有当启示临到全教会时, 启示才能达到完全。 今天元首等着要赐下的是何等的多, 但身体却是一个破露的器皿, 无法胜装。 个人的确能在信仰的许多点上有些长进, 但这仅是个人的, 就基督丰满的身量来说, 连一寸也没有增长。 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器皿里, 相信同一道理, 运用同一方法, 甚至扩大和众人的交通, 这些都是不足够的。 我们必须看见自己是在同一个身体里, 在基督耶稣里示意, 愿主照明我们的心。 第十章 约翰与真理 当保罗快到他生命的终点时,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年轻的童工提摩泰。 可悲的是, 我们会察觉到, 使徒最后存留的这个著作中有一个负担, 就是对付灵性低落和偏离的凄凉局面。 然而, 正是因灵性的偏离在使徒们离世以前就开始了, 所以今天在同样环境中的圣徒, 才能在新约中找到给他们的引导。 在许多人失去信仰和盼望, 降低了他们基督徒标准的时期, 人很容易感到混淆。 我们禁不住会说, 如果神儿女的信仰能这样改变, 那还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呢? 主自己的确永不改变, 然而我们虽然能仰望他并赞美他, 却因着看环境而受困扰。 所以, 那灵集着保罗给我们看见另一件不变的事。 然而神兼顾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这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 题号二十九, 人可能离开主, 菲基路和黑摩奇尼, 徐米乃和菲里图, 甚至凡亚西亚的人都可能向主显为不中心, 当他们一个个地离开时, 我们就开始环顾四周, 看看还有谁是可信靠的。 但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那是在这坚固根基上所刻的第一个印记。 我们可能会错, 神却永远不会错。 我们需要在他面前承认我们可能估计错误, 但他知道万人的心。 因着神在怜悯里使用某些人, 我们就高估了他们, 但神也用我们, 而神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怜悯。 让我们小心, 不要以为自己认识人的本性只有神认识人。 人可能叫我们失望, 但我们有谁从未叫主失望过呢? 所以这印记还有另一方面, 就是对一切清心呼求主的人, 二十二, 另一, 有一个命令, 那些称呼主名的人, 要离开不义。 神不摇动的根基告诉我们这个命令。 当我们看见四周属灵的清心崩溃时, 我们要查验自己, 凡是属主的都要成为圣别的人。 接下来的经节详尽地说明这一点。 这里说到, 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 木器瓦器, 适合做各样的工。 人好比这些器皿, 但这里劝告我们, 要使自己有资格做贵重的器皿。 这大户人家连同其中, 命定要做尊贵或作为卑贱的器皿, 是指什么呢? 这些话背后所含示的品德又是什么呢? 在提摩太前书, 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 三十五, 但我相信保罗在此不是指神的家, 而是指基督教外面的表显。 活神的教会绝不会如此颓败, 绝不能堕落成为镇满了掺杂的大户人家, 但很不幸地, 教会外面的见证, 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颓败。 现今如何区别这些器皿呢? 我们立刻注意到这里所标明的乃是材料的问题, 而不是公用的问题。 与我们前面所看关于神家的建造相符, 这里很清楚地指出, 要紧的不是有多少用处, 乃是材料的性质。 金器, 银器的实际用途叫木头家具或瓦瓶淘气为少, 但神在这里不是跟我们讨论器皿的用途, 他乃是在审定器皿对他持久的价值。 在堕落的时期, 神看重的是器皿内在的价值, 他不是只看器皿有什么用处, 几两的金, 价值可能等于整个礼堂的木制椅子。 就属灵的一面说, 两个不同的人可能说出几乎相同的话, 但能力却不在乎他们所说的, 乃在乎他们所试的。 巴兰和以赛亚都说到国度, 但我们知道个人有需要的时候该找谁。 当价值流逝的日子, 我们所宝贵的是什么人的聪明和属世的机制, 这些木合瓦, 还是出于神圣源头并识自驾救赎的金和银。 在今天的基督教里, 许多事物变为廉价品, 但要得着属灵的价值是没有容易的捷径的。 传道, 祷告, 见证, 这一切似乎看来不难, 但要有价值, 就需要多年血汗的代价, 以及神对付的管教。 贵重的器皿, 乃是等候那灵教导而不止于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 因为有一天要来到, 事物真实的性质要试验出来。 在离弃神和混乱的日子, 讲到没有多大的价值, 除非人在其中看见神。 在这样的时期, 人借着讲者所说的, 就能知道他是否真正被神的者。 那些未曾深深摸着他自己的事, 在那一天也没有能力摸着别人。 虽然器皿这个意念, 使人联想到要做成什么东西, 但提摩太后书案是在一些情况下, 对于器皿的定命如何, 只要让神负责, 我们最重要的乃是关切器皿的品质。 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二、二十一, 他的仆人约翰, 这只终带我们来到主所爱的门徒那里。 在时间上, 他的著作大致是在保罗的著作之后, 因此, 他对新约启示最突出的贡献, 就如我们所说过的, 乃是强调恢复这件事。 当教会内在的生命被外面的事物所侵占时, 约翰出现了, 提醒人要注意真实神圣的品质。 我们以前提过, 圣经记载起初耶稣遇见约翰的情形, 说出了这点, 当时他和兄弟雅各在船上补网, 修补昨晚劳苦工作所引起的破损。 当然, 约翰像彼得一样是个渔夫, 而在他的范围里, 他也像保罗一样是个建造者。 我们看见他在使徒行船开头的时候, 就充分参与初期的船道和交通, 他也像保罗一样能有权柄写信给教会。 约参久, 但纵观整本新约, 约翰著作最突出的特征, 必然是他这特别的执事, 就是把事物带回到起初, 或神缘出所要的光景中。 我们都知道, 约翰的福音书是四福音的末了一卷, 他的书信也是书信中的末了一封, 而他的启示录也是在整本圣经的末了。 他所有的著作就某种意义来说是莫了的。 在约翰福音中, 到处都可以看出这个事实。 约翰很少讲道主的工作, 如马可所臣名的, 也不太论道主的命令, 如马太在山上保训那一段所说到的。 他没有提到, 有人拿你的礼仪, 你该怎样做, 或邻居逼迫你, 你要陪他走一里二里等。 那不是他首要的负担。 他的负担是关系到永远的生命, 以及你与这生命正确的关系。 他的话还是, 如果你回到生命那里, 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在这一点上, 他与陆家也很不同。 他不注重外面, 短暂的事物如日子、 家谱, 虽然这会追溯到亚当。 他的整个负担乃是, 我们必须进到这不同事物背后的生命这里。 现今这里一切都破败了, 所以要回到那从天降下的生命。 当你回到那里, 彼得与他所代表的一切都会猛保守, 保罗的也是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 约翰没有提供新的事物, 他没有带我们往前, 因为神已经摸着了最高点。 神所托付给约翰的启示, 目的乃是使人新鲜地接触复活生命的主自己, 借此把人再次带回到原初的计划里。 你把约翰福音读过, 就必定有深刻的印象, 知道第一章就是明白以下个章的钥匙。 再一章你看见从基督流出的两道水流, 恩典和真理。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十七, 在这整卷书里, 你可以发现这个双重的强调, 一面着重真理, 一面着重恩典。 真理总是有所要求, 而恩典总是在那里满足要求。 在八章所记载, 妇人行淫被拿的势力中, 真理照耀出来。 耶稣并没有对他说, 没有问题, 你没有犯罪, 他没有告诉犹太人, 说他所做的并不严重, 因此他不太关切这事。 不, 朱乃师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八七, 真理在此, 他犯了罪, 按着律法该用石头打死, 但恩典也同时在那里, 当众人都离去了, 他转身对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在整卷约翰福音中, 你都可以看见恩典总是这样与真理相配。 然而到了约翰的书信, 你看见更进一步的是, 你不会听到这么多恩典和真理, 因为这些书信是叫后期写的, 那是需要更基本的恢复。 所以, 你会发现约翰把你指向更起初的是, 神就是光, 约一五, 神就是爱, 约一四八, 在约翰福音, 基督从父而来, 在人中间显为恩典与真理, 在书信中, 基督与父同在, 向人启示为光与爱, 在福音书中的真理, 到书信中成了光, 在福音书中的恩典, 到书信中成了爱。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那在神里面的光传书到人那里, 就成了真理, 那在神里面的爱带到人那里, 就成了恩典。 爱回到神那里去, 但恩典却仍留在这里。 在神里面的每一件事都是光和爱, 但临到人却成了真理与恩典。 恩典常被人误用, 真理也常被人处理不当, 人把恩典和真理错误的应用在自己身上。 但神是光, 神也是爱, 那是人攀不上也摸不着的, 那是无法被错用的。 所以, 约翰的方法是把我们带回到宝座那里, 不是给我们一些新奇的事物, 乃是再次把起初带到我们面前。 接着再次回到源头, 我们就要恢复并保守所失去的。 当我们来到整本圣经最末了, 就某些方面说也是最重要, 这一卷书起事录, 我们就看见使徒把这个原则完全应用出来, 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所强调的, 特别是说到主耶稣是那位真实的。 三期, 我想每一个读起事录的人, 都看见这卷书代表了最高的恢复, 它所记载的完全与创世纪相对, 在起初进来的失败和破坏, 如今都解决了, 所失去的一切都得着恢复, 那里所发出的每一个问题, 在这里都得着解答。 在创世纪我看见一条蛇, 这条蛇的结局如何? 我看见一个咒诅, 这咒诅的结局如何? 我看见死合罪, 其结局是怎样呢? 我看见人被隔绝于生命术之外, 这事的结果是什么? 我看见这些事的开始, 但结局是如何呢? 我自己的结局又如何呢? 神在恩典里, 在我身上有一个起头, 但若救恩只到现今这种情形就结束, 那又怎么样呢? 启示录的目的乃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向我们介绍耶稣是永远活着的一位, 祂是初也失踪。 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祂揭开慢子, 启示了祂的身位。 其目的主要不是使我们明白将来的是敌基督, 罗马帝国将来的复兴, 提接圣徒, 千年国, 或撒旦最终的定命。 约翰对我们毛病的解决方法, 不是论到许多印, 许多号, 也不是回答被提示部分, 还是全体的问题。 事实上, 这卷书不是为了满足我们思想上的考究, 乃是借着完满的启示基督自己, 是我们认识它, 来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 实在的, 启示录是回答我们关于自己的问题, 但回答的方式却是远超我们所想象的。 因为约翰在末了向我们臣名的, 事实上远超我们在起初所失去的。 神开始时, 有一个园子, 末了却得着一座城。 在创世纪, 他访问了他所造的人, 在启示录, 他的居所, 甚至他的宝座, 就在人的中间。 保罗所说的教会, 成了约翰所说的圣城。 这就是神一贯的定义。 因为神起初定义做的, 他必要做成, 启示录就是向我们保证, 按神的想法, 他已经做成了。 所以在本质上, 约翰像我们所臣名的, 就如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是新的, 他只是给我们看见神要成就他所定义的。 我再说, 约翰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借着把我们带回到神圣的起初里。 这世界的定命是什么? 教会征战的结果如何? 我的结局如何? 约翰确定地给我们看见, 每一件事都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答案和应验。 基督是我的开始吗? 那么, 他也是我的结局。 他是我的阿拉法吗? 那么, 他也是我的峨眉卡。 基督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 我若先清楚认识他, 我就会得知一切所需要知道的未来之事, 我就会认识一切是发生的理由, 看见这一切发生都是对的。 这乃是神圣必然的顺序。 人若没有看见第一个关于主自己的意象, 就没有资格来研读约翰接下来所记的意象。 第一个意象告诉我们, 他是谁, 就是那复活得胜的万王之王, 下面所记的是, 乃是他这样的琐事带来的结果。 约翰本身也是这样经历的。 甚至这位曾经靠在耶稣胸前主所爱的门徒, 也得因这位永活主的启示而俯伏在灰尘里。 唯有这样, 他才能得着要来的事的启示。 头一个看见是一切看见的基础。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国度, 所以这里是君王和其子民, 不是预言的专家, 对一切不符合这国的是宣战。 要来之事的启示, 不是提供材料给人闲聊推揪, 其目的乃是将仇敌推翻, 以带进基督宇宙的掌权。 所以在启示录, 神所给我们看见他儿子的一面, 是福音书中没有陈名的。 在福音书中, 我们看见他是救主, 但在启示录, 他乃是君王, 在约翰福音, 他是阿拉法, 在启示录, 他是俄美嘎。 前者显示他的爱, 后者显示他的威严。 在耶路撒冷的楼上, 耶稣竖着腰为着服侍, 在拔膜, 约翰看见他胸间竖带, 为着征战。 在福音书里, 他柔和的眼光融化了彼得的心, 在启示录, 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在福音书里, 他用温和的声音按名招呼他自己的羊, 他的口中说出恩言, 在启示录, 他的声音却像中水的声音那么可畏,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击杀他的仇敌。 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羔羊, 和世人的救主, 这是不够的。 我们也必须认识他是神的基督, 神的君王, 神的审判者。 我们看见他是救主, 就会依靠在他胸前说, 何等可爱? 我们看见他是掌权者, 就会俯伏在他脚前说, 何等可畏? 前者是发出感谢, 后者却是敬拜。 所以, 如今看见他是君王, 几乎可以说是看见了另一位基督, 经历了另一次救恩。 现在我们看见他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人, 那神圣的担保人, 他要见证并担保, 神的旨意虽然也许受到阻碍, 最后终会成就。 他是那真实的。 我们研读启示录时需要小心, 避免将我们所读的过分灵燃解。 约翰所说的新天新地是真的, 不是想象的, 他所说的新耶路撒冷也是真的, 就如复活的主事真的那样真实。 把神圣的事物灵异化为无有, 乃是没有实际的人极坏的权宜之法。 我恐怕许多亲爱的朋友, 只是将属灵和预言上的真理收集起来, 为自己建造一个虚幻的世界。 这样做乃是逃避实际, 就如我们先前所看过的, 有些人今天极愿意活在以伏所属灵的空气中, 却想要避开不去面对哥林多前书中实际的责问。 但请记得, 这就是瞒遍老底家的幻想, 使他们竟然相信谎言。 属灵成熟的标记, 总是神圣的事物对我们成了实际, 因为基督对我们是实际的。 我们看见它是真实的生命, 真实的圣洁事实上它就是真理。 我这里用真理这词, 与我上面所说预言的真理意义不同。 许多人把真理和道理混为一谈, 但二者是不同的。 道理是地上所说到关于永远真理的事。 我们中文里真理的意思是真实的道理, 但希腊文这词的意思事实上只有真, 没有理, 只有实际而没有道理的意思。 耶稣曾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约832, 它自己就是一切真实事物的具体化, 其三期, 参约1520, 这是我们对它该有的认识。 真理是在耶稣里, 福斯21, 并且如同恩典那样, 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约117, 我们欢迎它的恩典, 但我们认识它的真理吗? 它在十字架上设了自己, 在这历史上的行动里, 恩典临到了我们。 同样, 真理当然也与它的身位和工作紧密相连, 而不仅仅是在它的传讲里发表出来的。 因此, 如果恩典现今延伸到我们这里, 真理就必然延伸并包围我们, 因我们借着相信它所完成的工作, 现今已与它连结。 然而, 虽然许多人认识它是道路和生命, 今天却很少人真的认识它是真理。 这是严重的缺失, 因为我们说过, 真理就是实际。 在它以前, 并在它以外, 就没有实际。 我们若愿意, 就能够进入真理, 因为它完成的工作, 对我们仍是今天, 世上最真实的事。 因着它所做成的, 我们在神面前的琐事, 就是我们的实际。 这对我们实际的经历, 有重大的意义。 在理论上, 我常有这样的困难, 我若将我在神面前的琐事, 和我在地上的琐事比较, 常常会发现许多不相称之处。 基督的工作, 使我达到什么地步, 是一件事。 但我在地上的经历, 似乎常与真理相抵触。 我如何解决这个差异呢? 我如何生活, 使我在这里的行为, 与我在那里所认识的真理一致呢? 我必须看见, 神借着基督的工作, 使我在基督里所成为的, 乃是真实的事。 这是一切真实基督徒经理唯一的根基。 我在基督里所成为的, 乃是永远的真理。 我唯一的错, 就是留在自己的感觉和经历里, 留在自己的挣扎, 努力和失败里, 留在自己的疑惑和盼望里, 而不将我的信心定准在他那真实的一位身上。 一切都以他为中心。 在圣经的中心, 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的死把我们都包括在里面, 当他复活时, 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 成了他身体的肢体。 约翰向我们启示他今天所示的, 赞美神, 他的升天和荣耀乃是我们的。 但我们从那里得到这些事的确证, 不是从我们的感觉, 乃是从他身位和工作的实际。 基督所做成的, 乃是我们信心的安息之所。 使我们得以自由的, 不是我们的感觉, 也不是我们的知识, 乃是真理。 约翰八章三十二节给我们看见, 我们乃是被奴役的, 直到我们看见这些事, 因着基督的工作是真实的, 又因着我们在他里面所成为的乃是真理。 所以只要发现这实际, 就让真理有路, 使我们不再受挟制, 这就是真理的特性。 这是约翰关于耶稣新的启示, 对我们的重大价值。 仅仅从人的水平来看, 比方说, 从拔摩海岛上一个罗马囚犯的观点来看, 没有别的事, 比基督的得胜更不真实了。 那是如何, 今天也是如何。 看看政府, 社会, 外面的基督教, 我们就看到挟制, 压迫, 挫折, 却看不到自由。 所以我们祷告求得胜, 这样做乃是使加略山的得胜, 好像是谎言似的。 真理, 荣耀的实际乃是, 基督已经得胜了, 不是他将要得胜。 神今天所做的, 乃是在基督理所已经做成的。 我们最需要的, 乃是看见这个事实。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诗四三三, 亮光和真实是连在一起的。 真实是在基督理完成的, 但我们的心需要有神的光照耀其上。 一切属灵的经历, 来自神圣的光照在永远的真理上。 我们的传扬若没有光, 真理就成为道理, 若有神圣的光, 就会成为启示。 所以, 真理临到我们, 有时是启示, 有时只是道理。 但真理, 那永远的实际, 首先乃是基督自己, 然后就是神借着他的恩典, 使我们在他里面所成为的。 基督与时间。 属灵的实际, 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就是没有实践的标记。 你摸着实际的那一刹那, 实践的因素就消失了。 就以预言来做比方。 从人的观点来看, 有预言这样的事, 但从神圣的观点来看, 这样的事并不存在。 我们的确读到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这样的话, 但在神看, 今日乃是经常的。 我们的主说, 他是首先, 也是末后, 他是阿拉法, 也是俄美嘎。 请记得, 他包括二者, 且同时是二者。 他不是一时是首先, 另一时是末后, 他乃是同时是首先和末后。 他不是有一阵子是阿拉法, 然后成了俄美嘎, 他从永远到永远, 都是阿拉法与俄美嘎。 他常常都是首先和末后, 他常常都是阿拉法和俄美嘎。 当然, 在人看来, 要等他显为俄美嘎时, 他才是俄美嘎, 但在神的眼中, 他如今就是俄美嘎。 在人, 过去与将来是分开的, 在神, 二者是同时的。 在我, 昨天的我与今天的我是不同的, 而明天的我更不一样, 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他是那永远的我是。 对神有这种认识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的主曾对尼戈底姆说,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约三十三, 你看见这两种地位在基督身上是同时发生的, 在他没有时间与地方的改变, 他同时在这里也在那里。 所以, 圣经论道神说, 他是, 重光之父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 亚裔时期, 他在自己里面是这样, 他在他的基督里是这样, 赞美他的名, 他在他的教会中也是这样。 你见过一个教会, 有保罗在以弗所一章十八节所描述的光景吗?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或如临前六章十一节所写的情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你会说, 哦, 这是描写教会的地位。 不, 这是描写教会的实际。 保罗写罗马书, 比一些翻译圣经的人更大胆。 他用蒙照的圣徒一词, 罗伊七原文, 但义圣经的人觉得这样执意未免太冒险了, 为着符合他们对属灵事物的观念, 他们以为蒙照做圣徒, 如果我们只是蒙照去做圣徒, 那我们要做多久才能真的是圣徒? 赞美神, 我们是圣徒,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佛二识, 这句话更好以为, 我们原是他的杰作, 教会是神最好的产品, 是无法再改良的。 我们看到周围到处都是败落, 就会怀疑说, 教会将变成怎样呢? 我告诉你, 教会不是要变成怎样, 教会是已经达到了。 我们不是往前发现他的目标, 我们乃是回头看。 神在创世以前, 就在基督里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们乃是在已经完成的根基上, 与他一同往前。 我们在这永远适时的光中行动, 就能见证这事实逐渐在显明。 基督徒的长进, 不是在于达到某个抽象的标准, 或竭力去达到一个遥远的目标, 乃是完全在于有没有看见神的标准。 你属灵上的长进, 乃是借着发现你实际的琐事, 而不是努力去做你希望的琐事。 无论你怎样迫切奋斗, 你永远达不到那个目标。 当你看见你已经死了, 你就死了。 当你看见你已经复活, 你就复活了。 当你看见你已经成胜, 你就成胜了。 看见已成就的事实, 就定规实现那事实的道路。 达到目的乃是借着看见, 不是借着渴望或做工。 属灵长进的唯一可能性, 乃在于我们发现真理, 如同神所看见的, 就是发现关于基督的真理, 以及关于我们在基督里的真理, 关于基督的身体, 教会的真理。 在罗马八章三十节, 保罗告诉我们, 神欲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因此, 按照神的话, 所有蒙召的人都已经得了荣耀, 目标已经达到了, 教会已经进入荣耀了。 但你喊说, 哦, 这是太难了, 教会当然必定需要洗净。 请翻到以夫所五章, 你怎样解释这里所说, 教会要借着话中之水的洗净, 而得着洁净呢? 非常好, 但请你先看看上下文。 这里是说到, 丈夫与妻子该如何行事, 丈夫需要爱, 妻子需要顺服。 问题不是如何做丈夫, 如何做妻子, 乃是你这做丈夫或妻子的该如何生活。 不是说你必须爱, 才能做丈夫, 或你必须顺服, 才能做妻子。 乃是说, 你既是丈夫就该爱, 你既是妻子就该顺服。 整个问题的点, 不在于如何做来达到, 乃在于因着是什么而做什么。 同样的原则, 岂不是也可应用在教会身上吗? 蒙照的人不是得洗净才能成为教会, 他们得洗净, 因为他们是教会。 这就是为何我先前曾说过, 保罗在此超越了罪的问题。 洗净的目的, 可能是除去世上的玷污和灰尘, 而保持新鲜, 就如主在约翰十三章十节的话所含示的。 我想, 这就是这里所指的。 教会已经洗净了, 临前六十一, 所以现在的洗乃是要保持新鲜。 丈夫行事如同丈夫, 因为她是丈夫, 妻子行事如同妻子, 因为她是妻子, 教会被洗净, 因为她已经被洗净了。 教会已经达到标准, 所以这里是帮助她照着那标准来活, 那不是教会的, 无论洗多少遍, 也绝不能成为教会。 我们在前面一章曾说过, 罗马书叙述了整个旧熟的故事, 至终达到叫他们得荣耀八三十的地步, 而以福所书, 却有意地超越了时间, 进入已过的永远和将来, 以永远的丰满为起点。 因为终极的实际一直在神面前, 神就在那实际的光中说到她的教会。 圣经中关于实践的因素, 对人的思想是最大的问题, 然而我们的心一旦蒙光照, 认识她在圣徒中积业的荣耀, 这问题就从水平上消逝。 神看教会是完全纯净的, 完全完美的。 认识今天在天上终极的荣耀, 就能确保我们在地上活在那荣耀的全能里。 天上的国民。 许多基督徒只看见基督教外表的形式, 这是可悲的, 但却是真确的事实。 他们从未看见里面的实际, 所以就对其本质没有认识。 今天, 许多须有其表的事物附在基督教上, 难怪人很难分辨什么才是真正出于神的。 然而, 基督的信仰不是仅仅外面的事物组织起来, 它乃是真理。 约翰福音在此对我们很有帮助, 他向我们臣名圣灵, 乃是真理的灵, 确证他会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一点我们到末了一章还要更详细说到, 但我们从这句话必定可以推论说, 离开了圣灵的引导和光照, 任何临到我们的都不是真理。 我们借着思想和研读, 眼见和听闻所能达到的, 都在永远真实的范围之外, 在属灵上都不是真实的。 人的心思对神圣的事, 采取了一些彼此相距甚远的极端的观点。 例如, 罗马教寻求用礼仪或物质的说法来解释神圣的事。 人注视物质的进水, 坚称它有重生的能力。 同样的, 他们说主的晚餐里那些物质的元素, 也神奇地变成基督的身肉和血, 这就是所谓变质说的教义。 根据这种观念, 罗马教又坚称它所领会教会外在的形态, 就是独一真正的教会。 在另一极端, 理智的人因着这个观点所产生的结果与事实不符, 而感到困惑, 就寻求除去这种说法, 另外发展出一种所谓改革派的观点。 他们把受尽外面的仪式和里面的实际加以区别, 又看住晚餐里的饼和碑仅仅是代表和预表的象征。 他们解决教会这难题的方法, 乃是说有真实与虚假的教会, 有属天与属地的教会, 有所谓教会中的教会。 请问, 这两个极端的看法, 能对圣经的名言提供合理的解释吗? 圣经没有说真实与虚假的教会, 也没有说到代表或象征, 只是确切地沉明事实。 保罗说, 所以我们借着禁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罗六四, 希尔十二, 对他来说, 没有一个受尽不包括与基督同死, 同复活。 保罗没有一种想法, 认为基督徒能在一个时候经历受尽, 而在另一个时候才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同样的, 我们的主论道碑说, 这是我的血, 这话一面超越了象征的意义, 另一面他提到他的血, 几乎与他说这葡萄汁是在同时, 这就清除了辩职说的观点。 这是他的血, 但同时仍是葡萄汁的碑。 这不是代表与实际, 表征与本体的问题, 这乃是唯一的神圣实际。 我们的眼睛需要告犹的涂抹, 才得以看见。 我们唯有借着实际的灵, 才能进入受尽和煮晚餐的实际。 当我们进入实际, 就不再有关于这些事的道理, 只有实际了。 我们所说的话, 可能在极端的改革派看来, 就像罗马教所说的那么惊人, 但我们将看见罗马教所从未看见的, 因为对于那些看见了那终极者的人来说, 道理和表征都被这关于他的意向代替了。 那才是真理、实际。 我们刚才所说, 关于受尽和剥饼的实际, 同样可以应用在教会的实际上。 今天一提到教会这词, 许多福音派的基督徒就有很多顾虑。 每当论到这个题目, 他们都很有防备地先说明自己的利益, 免得在听众心里造成混淆。 他们非常小心区别真教会与假教会, 但在主的话里, 在神的心中没有这样的区别。 主说到教会的时候, 在圣经中没有写下注脚。 他没有设法区别内在与外在, 真实与不真, 以保卫属灵的实际。 他甚至没有在地方与宇宙教会中间 划分清楚的界限。 在神的话里, 只有教会。 尽管如此, 教会这题目仍旧广泛, 被视为引起争议的问题, 人为这福音的合一就竭力避而不谈。 在英国一次大会中, 我问一个工人, 为什么在这次大会中没有提到教会呢? 他回答说, 哦, 因为这次大会是为着更深灵命的追求, 所以, 如果他的观点代表了其他人, 那么许多人都以为, 教会与基督徒的灵命是毫不相干的。 事实上, 教会与神儿女灵命的关系, 是最密切不过的了。 哦, 我要像你, 这首诗歌个人可以唱, 但教会不能唱, 因为教会是基督属天的身体。 发现这点, 会使基督徒生活有革命性的改变。 虽然大多数基督徒承认, 挣扎努力去追求属天的境界是错的, 但他们仍然挣扎努力。 他们受教导说, 属天的境界乃是要努力去达到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基督教就是努力去做自己无法做的, 使自己变为自己所不是的。 他们挣扎着不爱世界, 因为他们的心其实是真爱世界, 他们努力要谦卑, 因为他们心里是如此自大自信。 这就是所谓基督教的经历, 但我再说, 这不是教会的经历。 因为我们可以努力开出一条路, 从大西洋过到太平洋, 却绝不能开出从地通到天的路。 天不是教会在将来某个日子要到达的地方, 教会就在天上,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过。 天乃是教会的源头和住处, 不是教会的目的地。 既然教会的地位从未在天以外, 所以它绝不会有努力达到天的问题。 这种说法似乎太过分了, 但这乃是事实。 这就像神的话所说到的其他事物一样, 乃是要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启示, 我们才能看见, 等到我们看见了, 我们才认识我们属天的呼召。 那呼召不是把我们呼召到天上, 乃是使我们得知自己是属天的, 并且是在天上的。 所以, 教会不是一般努力往天上去的基督徒, 乃是一般如今实际上就是天上国民的人。 请记得, 除了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约33, 教会不需要为着使自己向基督祷告, 它只需要看见它与主联合在天上的地位。 我们需要教证我们对教会的想法。 教会不是一个计划中的组织, 也不是仅仅有一般人就能成功一个教会。 它不是一个要人去明白的观念, 也不是一个要人去达到的理想。 就像许多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其他事物一样, 教会乃是一个实际需要圣灵集着话帮助我们才能看见。 当我们认识教会真实属天的性质时, 我们才看见自己那更新属天的性情, 我们就知道, 我们做基督徒的起点不是地, 乃是天。 教会是完全的, 不需要任何的改进。 神学家说, 哦, 那是教会的地位而已, 它的光景却不是这样, 但在神眼中, 教会在永远里是没有任何不完全的。 为什么因着就造理无穷的问题而受搅扰呢? 当我们借着神的恩典, 看见永远的实际时, 这些问题就自然消逝。 教会是神在地上施行它权柄的领域, 今天在这受污染的宇宙当中, 它有一处无污点的洁净的领域做它的居所。 金灯台, 我们对教会是何等焦虑? 我们何等不愿意信靠它? 我们说, 如果教会犯了错, 怎么变? 如果它下了错误的断案, 怎么变? 但主在这里不提供任何失败的可能, 在他的思想里, 似乎没有偶然的失败。 我们想在哥林多的教会是远远低于水准的, 但保罗却写信给这教会说, 你们已经洗净, 成圣称义了。 临前六十一, 甚至到末了, 当他在罗马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迪玛, 铜匠亚历山大, 以及一般假弟兄是组成假教会, 应该仔细地与真教会区别出来。 在书信里, 每逢他说到教会, 他都说教会是完全完美的, 他没有为了避免误解, 而加上任何修士的语句。 约翰也是如此。 启示录二, 三章给我们看见, 人子在灯台中间行走, 确定地要求每一个灯台各自向他负责。 我们的眼睛随着主的眼目, 很容易找出众教会中许多的失败, 但约翰在何处将正确与不对的教会区别出来呢? 尽管他们有许多失败, 他仍照住自己的眼光, 说他们是七个金灯台, 七个精进的灯台。 对于那些已经看见神圣实际的人, 只有那一个实际。 我们说, 从神的眼光看, 教会应该是这样或那样。 不, 教会就是这样或那样。 教会就是神所看为的那样, 因为基督就是那样。 我们看见在基督里永远的实际, 就不会再区别教会可能达到的情形, 与教会实际的情形。 主一旦开启我们的眼睛, 我们就不再轻视微小的事。 当我们遇到只有一小撮信徒聚在某处时, 我们不再说, 这对神有什么用处。 他们人数这么少, 我们不会抱怨说, 只有另一位弟兄与我在这个一郊的城市里, 我们看使徒行传, 就不再因人数少而感到忧愁, 因为十三章里只有数位信徒 就做出如此影响深远的决定。 后来真的证实是如此, 我们不再想, 那里不够有教会的代表, 这样重大的行动, 应该等待教会的带头人 开全体会议才能决定。 不, 只要这些信徒看见属天的实际, 我们就不在意 他们是否循着正确的规矩形式。 当我们像他们那样 看见教会的实际时, 我们无论在那里, 只要遇到运作中的教会, 我们就会看得出来, 哪怕那只是一小群信徒, 甚至人说他们没有地位做教会正式指派的代表。 如果他们自己真的在凡事上顺服援手, 如果他们所强调的不是他们自己或教会, 乃是基督, 这样神的灵就必定会为他们做见证。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当大马瑟的亚拿尼亚去见扫罗时, 他是单独一个人去, 单独一个人按守在扫罗身上。 你会喊说, 这不合规矩, 违反了身体的原则, 这必定是单独的行动, 事实却不尽然。 不错, 亚拿尼亚只是一个门徒, 但他却是受源头的指引而行动, 这是身体的肢体所该做的。 在那时刻, 主的眼目不单在亚拿尼亚一个人身上, 也在另一个人身上。 亚拿尼亚对这位新弟兄的行动, 清楚显出他对基督的顺服, 在这种情形下, 当他行动的时候, 全身体都行动了。 如果你已经被带进教会永远的时机里, 有一天你将被呼召为全教会说话并行动, 难道你会拒绝吗? 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若真实顺服于基督的灵, 他的行动就是全体的行动。 在那时刻, 这一位的生命超越了一切外面的限制, 因为人看见神正借着那肢体行动。 这一切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不该从物质一面或理智一面, 就是从罗马教或改革派的眼光来看事情, 我们只要从神的观点来看。 神所看见的是七个金灯台, 他只认识教会, 当我们让实际的灵带我们进入教会属灵的实际时, 我们就单单看见神所看见的那个教会。 我在各地对基督徒讲说这些事实, 我发现他们包括带头的人都有相同的问题。 他们惊讶说, 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 有可能在地上这里实现神所要的吗? 你是理想主义者, 你是在跟随一个幻象。 不过, 即使你是对的, 可能在你有生之年, 这些事多多少少会实现出来, 但下一代怎么样? 你现在所经历的到时就会走样。 这些事的性质会改变, 几年之后所存留的, 只不过是你所看见之意象的变样而已。 不错, 我想如果你只从保罗在新约里的执事这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态度可能看起来很对, 但感谢神还有约翰的执事。 神界这些人所做的事是永远的, 不是仅仅持续十年或二十年而已。 对于神属灵的殿, 没有第一代或第二代, 乃是历史历代。 神所盼望得着的, 他永不放弃, 最重要的理由是他自己永不改变。 那么, 我们怎敢接受另一个标准呢? 一个买不起珍珠的人, 就买一串塑胶珠, 以之为仿造的珍珠。 但那买得起珍珠的人, 甚至不会把塑胶珠视为仿造珠, 对他来说没有真珍珠和假珍珠, 只有珍珠。 在他看, 塑胶珠与珍珠没有任何关系, 他所看为珍珠的都是真珍珠。 我转过身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牌。 其一十二,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 新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二一十至十一, 我们的眼睛若定准在那里, 我们就能为着约翰的执事赞美神。 第十一章得圣者, 使徒约翰再次肯定神的目的是确定的, 并且他现今的道路也是与那目的一致的。 到末了, 基督身体的原则在蜀天的圣城中得着最完满的发展和彰显, 照样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 今天只要永远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有自由的通路, 我们就看见蜀天圣城的每一特点, 主耶稣的每一真实特性在地上这里借着他的身体彰显出来。 有谁看见了神这蜀天的新人, 还能满足于比这标准较低的光景呢? 但现在我们必须实际地来看我们周围的光景。 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说, 今天外面基督教的光景是令人遗憾的, 其中显出世界的各种毛病和软弱。 基督教的工作减少到只剩一点点福音和社会服务。 他对人几乎没有冲击力和影响力。 这是事实, 但更使我们个人感到忧虑、 可悲的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 竟然对这事实很少感到良心不安。 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许多人似乎真的接受这些情形, 以为应该就是这样。 今天的基督徒不相信保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可行的。 因着这样的不信, 我们被迫回到约翰的直视, 不得不再来看着直视特别的性质。 我们在前面看过, 主见保罗所启示关于基督身体的事, 原是要在地方教会中实现出来, 并且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彰显那身体, 在不同的地方上都有真实、实际的显出彰显一个身体, 而不是彰显许多不同的身体。 这是神圣的定义, 也是教会的起点。 但我们知道可悲的是, 教会失败了, 因此主自己就需要从天上再说话。 主在说话的时候, 就给我们关于教会和众教会一个新的注视, 这就是为何启示录二三章对我们如此有帮助。 在那两章里, 主耶稣借着约翰, 使他的教会看见更进一步的神圣供应。 我是旨在七封书信末了主所给的应许。 这是约翰对这个大体上偏离神的时代特别的信息, 在腐败和败落的光景中, 神寻找一些子民在众教会中做他的得胜者。 得胜者的意义是什么? 为了避免误解, 首先我们要清楚这些人不是一般非凡的, 特别好的的基督徒。 他们不是个人比别人好, 所以命定要得更大的荣耀。 请记得, 得胜者只不过是正常的基督徒, 而所有其他人在那个时候都在正常以下。 在已过的永远里, 神有一个确定的计划, 一个他永不会放弃的设计。 得胜者就是看见了那个设计, 就靠着神的恩典, 使自己为此占助的人。 他们不是某些传奇人物, 比保罗更往前, 获得着与保罗不同的歧视。 我再说, 他们在神眼中再平常不过, 他们也没有特别可夸的优点。 在约翰的著作里, 得胜不是单指个人的得胜。 这不是圣国罪, 最好用的释放一词, 也不是个人的圣洁, 所谓得胜的生活。 约翰所说的得胜, 乃是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 为神占助, 并为神争取权益的得胜。 当许多人拒绝了保罗的信息时, 基督徒就受室友说, 事情既是如此,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必须尽力保守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正直, 但有些事情是没有希望了, 我们只好让它过去, 这是无法恢复的, 我们无法做什么来改善情形。 当我们受环境所困, 无论是真实或假想的, 不知道如何克服时, 我们很容易退缩, 认为我们那特别的光景是无法恢复的。 其中有太多事需要调整, 太多艰苦的工作需要完成, 这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样的时刻, 得胜者借着他们的生命和见证, 在确定宣告神是不改变的。 他们肯定神的标准没有改变, 他仍然定义今天要得着属天的人, 至终要得着属天的成。 教会整体所该做而未做的, 神就兴起他们代表并为着教会来做。 他们对那得胜, 属天的人持守忠信, 站住了利益。 这就是圣经在这里所说到的得胜。 约翰在启示录表明得胜者的范围, 乃是在今天失败的教会里。 那些当今在自己的环境中为神争取权益的人, 对神才是重要的。 神的计划中有一部分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就在我们所在之处, 为此他需要得胜者。 我再说, 得胜不是特别好, 只是没有不正常的差而已, 这是他们与人唯一的区别。 他们不过持守神的标准就是了, 但他们认识基督徒的生命, 身体属天的呼召, 教会的征战, 所以他们就像神手中的工具, 要把撒旦从他的宝座上赶出去。 他们代表教会预备自己, 并为着教会征战。 他们竭尽所有的努力, 不为自己, 乃为身体, 因着他们是预备好的, 所以神看教会是预备好的心腹。 他们如同火炬把火点燃, 得胜者所承受的全教会也要承受。 你们少年人哪! 出埃及记、 立位记、 民数记这三卷旧约的书, 与基督徒的经历恰好是平行的, 可比坐以复所书中的坐, 行, 站。 参幅一二十, 四一, 六十三, 出埃及记说道, 以色列人蒙神大能的手拯救脱离埃及, 并借着不变的工作被建立成为神的子民。 立位记立下了戒血与神交通, 并集十字架圣别形式的基础。 民数记为着征战把他们安排得有次有序, 目的位使他们得享受神所赐的产业。 民数记一开头就清楚指出末了这点, 一章三节说, 亚伦要数点反以色列中能出去打仗的。 在这句话之前, 在立位记末了一章, 我们看见主似乎要来估量他的儿女, 看那些人对他最有价值。 这就是论道许愿之力的一段。 列二七一至八, 我们必须清楚区分这段 与出埃及三十章说道 个人献孰命嫁淫的一段。 出埃及记那里的 是对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命令, 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嫁淫, 就是半社科乐银子。 我想, 那是说道神要为我们所做的, 但在立位记二十七章这里, 乃是我们可以为他摆上什么的问题, 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照着命令, 乃是自愿的行动。 人还特许的愿, 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 你估定的。 二至三, 接着就列出各种价银舍克勒的数目, 是按照年龄及性别分的, 我们可以表列如下。 年龄, 男子, 女子。 五岁以下, 五摄克勒, 三摄克勒。 五至二十岁, 二十摄克勒, 十摄克勒。 二十至六十岁, 五十摄克勒, 三十摄克勒。 六十岁以上, 十五摄克勒, 十摄克勒。 神并不忽略任何人, 甚至小孩和婴儿也被估价, 但我们可能问说, 为什么二十岁以上这一组有最高的估价呢? 当然这是因为我们刚才看过的, 下一卷书名书记一开头, 就界定那些能以出去打仗的, 乃是从二十岁以外的。 这意思必然就是, 我们向神线上, 我们自己, 我们的心, 心思, 意志和生命, 神估量其价值, 乃是根据于我们是否适合征战。 在我们这一边, 仅仅是个愿, 神不许可我们任何人做不许愿的基督徒, 但在神那一边, 却有特定的估价。 不错, 拯救灵魂是好的, 个人圣洁是好的, 为主做许许多多有用的事都是好的, 但在这一切之上, 神所看为最宝贵的, 乃是我们能适合有份于持续为着主的征战, 逐出他的仇敌, 带他的子民进入并享受那在他里面的产业。 耶和华是征战的神, 为着征战的力量是他最为宝贵的。 当然, 旧约里最悲惨的乃是那些老年人, 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肉身为着征战的力量是不断衰退的。 但在此, 我们必须马上想到新约, 那里说,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临后四十六, 溪水旁的树是永不枯干的。 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没有武后, 没有力量衰退的。 迦勒是民书记这卷书里真正的得胜者, 我们若完全跟随主, 就要像他那样, 在八十岁时征战的力量仍与四十岁时一样。 我信, 这就是约翰在他第一封书信里所论到并加以发挥的点。 他说, 少年人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约翼二十三, 少年人天生是满了活力, 这句话再一次函示, 神称许他们属灵的力量和其果子。 但请记得, 约翰把他书信的受者分类为小子们, 少年人和父老, 这与立位纪的分类不同。 他是写信给属灵的婴孩, 他们已经得着赦罪的确据, 给属灵的战士, 神的话住在他们里面, 给属灵的父老, 他们经过了婴孩, 儿童, 以及征战之成人的阶段, 从其中累积了许多东西, 就对纳万有的起源者有丰满完全的认识。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属灵年龄祖别能免于征战, 真的, 这里不该有迟迟不成熟的基督徒, 在属灵的世上也不该有退休的年龄。 在属灵征战的价值上, 少年人一词包括年轻妇女, 就某一面说, 在立位纪已经是这样。 所以, 不管我们属灵历史的长短,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自问, 我今天在圣所的价值是多少?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确定的估价, 他认识我们个人的情形, 而他对每个人在圣所的估价, 乃是根据我们属灵力量的尺度。 不管我们的年日如何, 我们的估价可以高达三十或五十摄克勒, 而不只是十五摄克勒。 哦,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迦勒征战的灵, 那控告弟兄的。 约翰写信给他的小子们, 说到他们已得着赦罪的确据。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一直都是约翰所称的小子, 因为我们在一生中, 没有一个时刻是长进到不需要宝穴的。 这的确是得胜者的首要兵器。 约翰在启示录十二章论到那控告弟兄的, 就是纳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他告诉我们,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十至十一, 在鼠灵的征战中, 得胜的根基总是宝穴, 从来没有人能达到不需要血的地步。 萨弗但是杀人者并欺骗者, 他诱惑人并攻击人, 但今天他特别的工作乃是控告。 他的确是那控告弟兄的, 与此相对的, 我们的主乃是祭司和忠宝。 天认识撒旦的工作,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认识。 他昼夜控告我们, 他的控告指向我们的良心, 那是我们最感觉缺乏力量与他争战的地方。 他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绝望并想说, 我对神还可能有什么用处呢?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从早到晚都在自责说, 我是一个无望的失败者, 神对我是无能为力了? 这是因为他们容让自己接受仇敌的控告, 因为那是无法辩驳的。 如果他能使我们达到这样的地步, 他就真的得胜了, 因为我们已经投降。 如果我们没有转向神的荣耀, 只接受他的控告就停在那里, 我们必然失去与他征战的力量。 良心是很宝贵的, 但不住地重复说, 我义无是处。 我义无是处, 这不是基督徒的谦卑。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这是健康的, 但我们绝不要认罪到一个地步, 似乎我们的罪恶大过基督的工作。 魔鬼知道, 攻击基督徒最有效的武器, 就是制造这个错觉。 补救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对主说, 主啊, 我义无是处, 然后转向他的宝血, 接着说, 但是主啊, 我住在你里面。 撒旦不会无缘无故地控告我们。 他必定能指出我们许多的罪, 但耶稣基督的血, 洁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相信吗? 这就是对撒旦指控的回答。 罪所需要的乃是血,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罪, 需要控告不, 我们只要向主认罪。 当然,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约翰警告我们这将会为控告者敞开大门。 但, 如果我们站在神的光中, 向他承认我们的罪, 那么血就有能力洁净, 撒旦一切的控告都便无效。 为着这样一位辩护者赞美神, 为着这样一位祭司赞美神, 我们绝不要借着夸自己的好行为, 或为我们的最难过来回答撒旦, 我们总是单单以靠血, 这就足以护卫我们。 基督的宝穴是我们的护卫, 我们见证的话是我们攻击的武器, 这是我们向着人的见证, 却不是单单向着人的。 基督的得胜, 他的掌权, 他国的临近, 以及我们已经从撒旦的国迁到基督的国, 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不仅要向人宣告, 也要向黑暗的权势宣告, 确认神是君王, 他的儿子是得胜者, 撒旦已经失败, 这世上的国即将成为我们神和他基督的国。 这些乃是正面的神圣事实, 乃是我们攻击的利剑。 撒旦害怕这样对属灵事实的宣告, 因为我们见证的话甚至能摇动音符的门, 宣告耶稣是主, 宣告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要向仇敌宣告出来。 许多时候, 这样的见证比祷告更有果效。 祷告有两面, 一面是向神, 一面是向山。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可十一二十三, 我们能对撒旦说, 你离开这里, 彼得和约翰对那瘸腿的人说,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图三六, 他们直接应付了这个情形, 而我们今天可能已经召开祷告会了。 不要忽略祷告, 但我们也要信靠宝穴的有效而说出见证的话。 许多时候, 我们来到神面前, 气氛是受压的, 我们无法祷告。 我们该做什么? 不要放弃, 乃要接受神的话, 转向撒旦并对他说话。 宣告主的得胜, 宣告他已经给我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 以及仇敌的一切权势, 然后祷告。 可惜, 我们今天太过注意福音的道理, 太少注意事实了。 没有事实, 我们就没有见证, 但加略乃是历史。 我们有福音, 就是关于这事实的好消息。 福音的事实, 在这地上, 已经将近二千年了。 主给了我们宝谢, 以及确定见证的话, 让我们用这二者来面对仇敌。 最后, 这些得胜者乃是那些认识什么是被定十字架的人。 被定十字架, 就是除去他们这个人, 以致他们所做成的都将荣耀归于神。 我们在此, 无需再详问这点。 但请记得, 撒旦就这约伯的事项神挑战说, 人以皮带皮, 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博二四, 但现在, 天上有大声音论道德圣者, 似乎是对这挑战的回应,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其十二十一, 同样的声音也宣告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十二十, 这人将来如何? 我们已经说了一些高超的事, 未免我们自欺, 我想, 现在最好稍微说到一些非常实际的事, 对愿意服侍主的年轻弟兄们, 简单地说一些话。 在约翰福音末里一章, 我们的主队, 他的门徒彼得, 发出一连串个人的责问。 彼得经过一阵迟疑才回答他, 然后我们看见到了一个时候, 他似乎要把注意力转离自己身上, 就突然开始对与他同作渔夫的约翰有兴趣。 他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对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但耶稣不许可他这样把注意力转在别人身上, 再次回来对彼得发出个人责问说, 这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约二一二十至二十二, 这件事似乎对我说, 我们每一个人无可避免都要就着自己个人同样发出这个问题。 主啊, 我这人将来如何? 或用保罗的话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图二二事, 几年以前, 1938年, 我在英国应邀参加一次青年工人的聚会, 他们大多预备做传教士, 要到东方来付施主。 他们问我成为传教士的基本资格。 我回答说, 我的确觉得传教的日子并没有过去, 神在各国也呼召了他的仆人一同在工艺上做工。 下面几点是我对他们所提的重点。 这些点回应了本书在前面详细论过的一些事。 得救的确具这是起点。 经验警告我们, 在列出这些资格或对任何工人讲说时, 若将这点视为理所当然而忽略了他, 乃是绝对不安全的。 对主所有服饰的根基乃是, 我们得遇见他, 对他有个人的认识, 并对自己在他里面永远的得救有完全的确据。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提醒今天的基督徒, 许多东方古代的宗教都有很高的伦理道德标准。 在中国社会和一些其他国家一样, 可能在一些事上没有确定的标准, 但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发怒或不能忍耐, 这乃视为严重缺乏自治的标记。 如果一个传教士不认识基督得胜的生命, 就常常会有这些表现, 他们并不知道这将何等损害他们的见证。 他们要做见证的对象, 因着这个事实, 就认为自己在宗教和道德上比他们高。 如果我们要在一般已经崇尚律己, 甚至轻视娱乐和安逸的人中间, 有效地见证基督, 就必须真实并令人信服地, 借着我们的生活, 证明我们对极有真确的对付。 我们必须认识十字架使我们从罪和肉体得着释放, 并在基督的复活里, 得着使我们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的能力。 对主完全地倚靠运用团体的信心是容易的, 要单独倚靠神, 不让我们的眼目离开他, 转向其他供应的管道, 就难得多了。 西方人说到米饭基督徒, 但我们岂不是看出, 在我们众人里面也隐藏着这样的倾向。 用现代的话说, 就是信心和暗示的生活, 更有人刻薄地说, 是信心与邮包。 神的仆人用口头或文字代表工作说什么, 那是不对的, 他们必须在这世上对主真实。 我们的手越少, 这样摸到神的神迹越好。 我们不该害怕, 事情对神太为难, 事实上, 这是难到一个地步, 没有人敢加入, 除非他是蒙罩的。 或者, 我们最稳妥的保障, 乃是关心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要顾到他们, 神就会顾到我们。 特定的直视, 我们既是神的儿女, 就都有一般的责任为主作见证, 但神的仆人该不止如此。 他该有明显的记号, 那灵特别组织在他里面, 使他对神有独特的认识。 他的直视该起源于这一点。 如果我们所能做的, 只是传传福音并一般的造就圣徒而已, 我们对中国或别处的众教会就帮助不大。 那是每个基督徒都该有的, 但中国的信徒要从我们得着更多, 更特别的东西。 我们也不是要用什么特别教训或道理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不管那教训有多好, 我再说, 我们必须有一种特别属于自己对主独特的认识。 我们有时抱怨人对神的话不够饥渴, 但请相信我, 如果我们有独特的东西给他们, 他们就有饥渴了。 我们有否因着我们与人的同在, 而在人里面制造对神的饥渴。 如果食物本身足以引起食欲, 就能制造饥饿的感觉。 当人看见有人被灵充满病满了爱, 不仅是传道或释放一般的信息, 乃是供应属灵的丰富, 其中带着他个人对神亲身的经历, 人就会有饥渴。 是的, 如果我们不能制造饥渴, 我们本身就有问题。 学习的态度出外的时候, 总要在背后放一个大的学字。 那些要做别人教师的人, 乃是把自己摆在危险的地位。 许多人过度夸大并讲论一些自己未曾经历的事, 便会在单纯的圣徒心中制造许多问题。 如果我们过于自信并讲论过于急促, 就迫使自己下次必须记得自己所给过的答案, 不然你会发现自己如今给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我们越宣称认识的多, 就越让我们的听众有批评的机会, 因为这会使他们对我们有过分的期望。 这种优越感起源于对我们过分的自信, 以为自己都知道了, 这必然会不知不觉地关起交通的门, 使我们不能真实将所得地与别人分享。 我们需要恩典来承认我们的无知, 并因此向主求问。 我们必须愿意说, 我不知道工人要有这样的态度, 你若有什么要说的, 我乐意聆听, 因为我也是主的门徒, 这样人就不会难为你。 所以我建议你们常常保持做一个学习的人, 把学字放在背后至少十年。 神作为的历史不仅如此, 我相信每位神的仆人在他的历史中, 必定有一些事是确定证明, 有神并神的能力与他同在的。 我曾在别处提过, 神奇妙地听了我们求语的祷告, 是我们中间没有人会忘记的。 建作行战役书第三章, 但西方的传教士都有背景, 他们对某些事做出解释, 基督教的教师对于现今神迹的稀少, 很容易找到道理上的理由。 这些理由绝不会被单纯的信徒接受, 因为他们常常亲眼看到神的手在做事。 我记得有一位姓陈的裁缝师, 他的确非常简单, 并且他从未遇到另外的基督徒, 他手中只有一本马可福音, 但因着他读这本书, 遇见了旧主, 他就相信了。 然后他读到十六章, 就是一般所谓可疑的一段, 他仔细读过后就对主说, 主啊, 我是微不足道的人, 请把最小的恩赐, 医病的恩赐给我就够了。 于是他马上出去, 在他的村子里挨家挨户的未病人祷告。 后来我们遇见他, 并详细地问道关于他的事, 很明显的是, 因着他的谦卑, 加上他绝对的信靠神, 不管所应付之疾病是多严重, 或者有没有立刻明显的地答应, 那个村子里的确发生了奇妙的事。 拜偶像的人被说服, 承认主比一交假神更超越, 有些人就相信了。 但我们发现他仍是一个谦卑的弟兄, 没有任何夸大的言辞, 默默地继续为主耶稣做见证, 以免仍然做个朴素的乡下采访。 有一次, 我在西方参加一个非常虔诚的弟兄们的聚会, 听到他们讨论一些困难的道理问题, 甚至越陷越深。 最后, 我禁不住要打断他们的话。 我大声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在我的国家, 当需要临到, 如果你们不会赶鬼, 对这些圣经细节完美的知识是一无是处的, 今天我们都太闻名了, 结果我们常常把神关在门外。 有时我似乎觉得神把我们带到一种机会里, 然而因着我们天然的谨慎, 禁止我们向他踏出信心的一步, 我们就得不着生命的神迹, 只是得着一个新的教训。 诚然, 我们必须期待神用神迹奇事印证他的话。 如果我们真认识神, 他奇妙的作为不会是遥远的。 今天, 我们要借着我们对这位活神的信心向撒旦的作为挑战。 神的呼召, 没有一个主人像我们的主人有这么多的仆人, 并且他对每一个仆人都给予合适的工作。 他给约瑟特别的任务, 就是拯救以色列脱离饥荒。 撒姆尔在所选定的时候来, 特别完成了从祭司转移到君王的工作, 照样, 后来以利亚来, 为着从君王转移到先知。 在乃曼有需要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使女向他做了见证。 甚至一匹驴子也预备好, 让耶稣骑着进入耶路撒冷。 许多人埋怨神给他们安排的地位, 或不满神托付他们在身体里的职责。 他们想做这个, 神却安排他们做那个。 他们有雄心在这里服侍他, 但他的计划却是要把他们摆在别处。 当我们面对这种似乎不如意的事时, 最好记得在我们尚未得救前, 神就在他教会中为我们定了他的旨意, 因为他的预知在我们出生以前, 就预备了我们的环境, 定归了我们的道路。 以赛亚是从出生就被拣选的, 大树的扫罗从母腹里就被分别, 耶利米就更早了, 是在他母亲尚未怀胎以前。 扫罗的情形的确使亚拿尼亚惊讶, 他从别人所听见苦害圣徒的人, 竟是主所拣选的器皿, 但神却为他的仆人预备好奇妙的道路。 他预定我们要成为谁家的儿女, 虽然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生错了家庭, 我们有些人喜欢自己的父母, 却很想改换兄弟姊妹或别的亲戚。 但约瑟说, 神差我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如果我们未看见神拣选的手, 就会失去为他带来赞美的大好机会。 大卫的工作是开始于哥利亚, 但早在他牧羊的年日中, 他就学了功课。 他能够说, 耶和华曾就我脱离狮子的找, 彼得是个渔夫, 他对拉网非常熟悉, 可能因此他对在约帕所看见大部的意向更能领会。 因着保罗能知帐篷, 他就找着了亚居拉和百基拉, 不需要有不懂那行业的人去学会了, 才来帮助这两位成为讲解神道的人。 而在以弗所教会败落的时候, 提摩泰就预备好了, 因他是从小明白圣经的。 神从来不突然行事, 他总是老早就预备好了。 所以, 在神护照的事上, 没有什么可以埋怨或骄傲的。 我们也不该妒忌任何人, 因为别人的优越与我们无关。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罗九十六, 我们的遗传, 我们的出生, 我们的天赋, 这些都是神所定规好的。 我们可能在所走的路上, 又捡起别的事物, 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之中, 但我们所走的那条路, 也是他所预备的道路。 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时, 我们就要俯服并承认, 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 我们无需害怕失去什么。 我们心存这样的态度, 那就是真安息了。 神是做工的神, 他在许多年前就开始做工了。 当他要得着某一种特别的仆人时, 或当教会需要某一种特别的帮助时, 神不是毫无准备的。 他永不会遇到紧急时刻。 在他儿女的历史中, 到处都有他的手。 我们若停下来想一想, 每一个人都要说, 我一生一世都有他的恩惠随着我。 保罗有一句话, 虽然上下文是说到别的事, 却很能概略地说出 这种对神主宰安排的态度。 个人蒙照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仍要守住这身份。 临前七二时, 当我们看见了神的旨意, 这样的话能有很大的意义。 神为着他预先知道的工作, 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 并预备我们。 保罗在别处说,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肥三十二, 真理的灵。 末了, 我要说到一点关于圣灵的工作。 在前面几章, 特别论到保罗的执事时, 我们多次说到需要对神圣的事物有歧视。 我们不止一次地说, 看见神的旨意, 看见基督的身位和工作, 看见教会, 基督的身体, 乃是很基本的。 有些读者可能因着这些事的其中一件, 激动地回答说, 我没有看见, 你说我该怎么办? 要回答这问题, 我可以再次指向真理的灵, 请记得, 它是一个人位, 非常便利, 如今就住在我们心中, 预备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当门徒正在极大的困惑中, 耶稣确切地告诉他们, 圣灵要来, 为他自己做见证, 并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无论是为使我们的心, 出不得着神圣事物的启示, 或是当我们后来, 为要让这些神圣事物真正成为我们一部分, 而受管教时, 我们都需要一再转向这蛮有恩典的一位, 来帮助我们的软弱。 唯有借着他的启示, 我们才看见属灵的实际, 借着他爱的管教, 我们才进入这些实际。 借着前者, 他打开了长进的门, 借着后者, 他带我们走在长进的路上。 前者是根基, 后者是旗上的建筑。 没有纳灵的启示, 我们就无法开始走路, 没有纳灵的管教, 我们就无法完成路程。 纳灵这两面的工作是同样重要的, 但在这两件事上, 我们都能满有把握地依靠他。 父女定了计划, 子父诸实现, 如今灵江子为我们所完成的交通给我们, 我们很容易承认子的工作是完成的, 因为他说, 成了并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那么, 如果我们不怀疑子完成了父托付他的工作, 为什么我们还怀疑灵会完成子托付他的工作呢? 子的工作与父的工作是同样包罗的, 前者一点不多于后者, 也一点不少于后者。 父的工作是如何伟大, 子的工作就是如何伟大, 子的工作是如何伟大, 灵的工作也就是如何伟大。 子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 灵就把它成就在我们身上, 没有漏掉一点。 一切在基督里属灵实际的丰满, 都由基督的灵分寿给我们。 耶稣论到自己说, 我就是真理, 实际, 论到那灵也说,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实际。 约十四六, 十六十三, 所以, 进入属灵实际的丰满, 问题不在我们, 乃在那灵。 这不是我们能力的问题, 乃是神的圣灵绝对信实的问题。 我们能否信托他去坐自所托付他的一切工作? 我们必须学习信靠他。 我们必须学习信靠他两面的工作, 第一是向我们启示神圣实际的性质和良度, 第二是将我们带进他所启示每一件事的实际。 我们环看四周, 必然观察到许多基督徒都缺少精力, 这是很可悲的。 他们的生活中一点都没有显示出丰满。 他们自己的需要都不足以应付, 可分给人的就更少了。 为什么他们如此贫穷? 岂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灵的管教吗? 诗人说, 我在压力中你曾使我扩大。 诗四一, 达米辛一本, 一切压力的目的乃是使人扩大。 雅各在他的书信中说到类似的是,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吗? 雅二五, 暂时的贫穷, 目的是要得着永远的富足。 神从未定义让压力和贫穷突然过去。 他的旨意乃是要使一切压力引到扩大, 一切贫穷引到富足。 神对他子民的目标, 不是要他们一直留在囧困和贫乏之中。 因为囧困和贫乏绝不是目的, 这些不过是达到神目的的凭借。 囧困是通向扩大的路, 贫乏是通向富足的路。 请再读启示录二十一章。 这是一幅何等丰满的图画。 你可能花许多时间读启示录, 所领会的却不多, 但你一定会看见 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说到的富足, 丰富, 荣耀是这地上从未见过的, 甚至所罗门辉煌的日子也比不上。 地上什么时候有过铺上津津的街道? 世上什么时候不需要日光照耀? 何等的丰富? 何等的辉煌? 地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像新耶路撒冷, 如此富有, 光耀, 何等的宽广? 地上从未看过一个成有它百分之一的宽阔。 但圣经告诉我们, 得胜者要承受这些。 有些人问, 为什么我们独到在新天新地里, 只有神和羔羊, 却没有提圣灵呢? 答案必然是, 就如今天, 基督已经完成他的工作, 基督那工作的结果乃显于教会中, 照样, 到那日, 圣灵也要完成他的工作, 而那灵工作的结果乃要显于新耶路撒冷。 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实际的, 乃是那灵所做的一切完全的实现。 今天你摸着教会, 就摸着基督, 照样, 那时你摸着那城, 就摸着基督的灵。 在那里, 教会将要被神七被丰满的灵充满。 在那里, 教会就是那城, 要在自己身上显明那灵完全的工作, 因为它要成为圣洁的与它的主一样。 但教会如何达到那个目标呢? 唯一的路, 乃是从压力到扩大, 从贫穷到富足。 你会问说, 借着压力而得扩大是什么意思? 三个人被关在火窑里, 却变成四个人, 那就是借着压力而得扩大。 有些人觉得, 一个火窑对三个人来说, 空间太少了, 于是寻找逃走的路, 令有些人接受限制, 这样却有空间给第四位。 不要让困难把我们关起来, 使我们与神分开, 哪要让困难把我们关到他里面, 那就是借着压力而得扩大。 对保罗和提摩泰来说, 监牢的门只能把世界关在外面, 却把神关在里面, 所以他们的监牢不是限制他们, 乃是释放他们进入更大的丰满。 神让试炼接踵临到约伯, 但这些试炼只是把他压到神的目标。 约翰为着主的见证, 被放逐到巴摩岛上, 复活的主亲自把门打开, 给他看见一切式的荣耀结局。 有的人借着压力达到神的目的, 另有的人却在压力中走投无路。 有的人在窘困之中死去, 另有的人却借着窘困的这生命的丰满。 当试炼临到时, 有的人埋怨, 觉得试炼中只有限制、 约束和死亡, 另有的人却在试炼中赞美神, 在其中找到通往扩大, 释放和丰盛生命的路。 许多基督徒贫穷到连自己的需要都无法应付, 他怎能帮助别人呢? 另一些基督徒非常丰富, 你甚至无法估量他们的丰富。 你所遇见的难处他都遇见过, 你所处的困境他都能帮助, 他们有足够的复原, 能应付所有因着需要而到他们面前的人。 许多基督徒没有完全倒下来, 就是因为他们得着一些不断把自己的丰富倾倒在身体里支人的服饰。 这种基督徒几乎不知道, 他们欠其他的信徒何等多, 这些信徒中, 有些甚至是他们以为可以轻视的。 当有位朋友从远方来, 盼望从我们得到粮食, 主或者许可我们向灵舍要东西给他, 但主也可能对我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可六三十七, 蜀灵的贫乏和蜀灵的窘困是教会中的两大难处, 但贫乏乃是结果, 不是原因, 窘困也是结果, 而不是原因。 贫乏和窘困的原因, 乃是缺少纳灵的管教, 唯有那些经历过这样管教的, 才能成为丰富并扩大的人。 他们曾经过深水, 也与神有过一段属灵的历史, 因为他们曾为基督身体的缘故受过苦。 他们的疾病, 他们家里的难处, 他们的逆境, 一切都是为着神子民中间基督的扩增。 另一面, 那些逃避这种管教, 拣选容易, 安逸生活, 并亨通道路的人, 乃是窘困, 贫穷的。 贫穷和有需要的人来找他们, 是无用的, 他们没有东西满意出来。 你想传讲, 就仅是传讲吗? 你想直视, 就仅是直视吗? 请相信我, 不是的。 是奉神, 不仅是话语或工作, 乃是你经历了多少。 如果你从未让那灵来搅扰你, 你一生必注定是贫乏的。 你绝不会学知, 不为自己而为别人从主吸取丰富, 乃是何等的有福。 那就是直视, 启示从管教而来。 我们接受那灵的管教, 那灵就有路向我们启示在基督里的实际, 并把我们带进这些实际里。 逃避管教就是否定让他做工的机会。 每一天神都在寻找机会来扩大我们, 但当困难来了, 我们却逃避, 试炼临到, 我们却绕路而行。 哦, 我们自己受了何等的损失, 神的子民也受了何等的损失。 当然, 我们若故意离开主的旨意, 神的诚挚就会临到, 是我们无法躲避的, 那是不同的, 是为要改正并医治我们。 我们无法逃避那个, 但我们却能, 如果我们要躲避那灵积极一面的管教, 然而, 如果我们愿意自己服于他的对付, 他就领着我们的手, 把我们带到神的目标。 我们是否愿意说, 主, 我要喝尽你所赐的杯, 我要杯十字架, 不及苦胆或醋来减轻痛苦。 哦, 神的子民需要何等完全的奉献, 才能让他完成他心里为他们所计划的一切。 那要引到丰满, 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丰满。 圣诚中没有一块金子未在炉中炼过, 没有一块宝石未经过火, 没有一颗珍珠是未经苦难而产生的。 当彼得向耶稣问到约翰时, 我们的主如何回答呢? 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等到我来。 约翰所说, 真理之灵的执事要继续做工, 直到末了, 没有人能停止。 神在教会中的旨意, 要得着成就, 这是绝不会受阻挠的。 圣诚的意想, 就是心腹为着丈夫装饰整齐, 这是必要成就, 我们将要亲眼目睹。 没有人能摇动等到我来这句话, 这是安定在天的。 故此, 难道我们不要把自己交在傅文妥的手中, 让他照自己的旨意, 安排我们的一生吗? 他要使圣灵在我们里面变化的工作, 与他爱子投资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一样完全, 一样确定这是他所关切的。